2021年6月21日,NASA的机制号完成第八次火星飞行 控制团队只在推特上发了个消息,还没有其他信息 这次他从地点向南飞行了160米到达1点 伊利号火星车也在前往赛塔勘测单元的途中 二者配合,准备收集火星第一个摇杆测量值 第八次飞行,机制号飞行了160米,用时77.4秒 最大水平速度为每秒4米,飞行高度为10米 我们现在看到的黑白图像来自机制号的导航摄像头 那么机制号是如何导航的呢? 每次导航摄像头的图像送达时,导航系统的算法都会执行一系列操作 首先检查与图像一起接收的时间戳,以确定图像的拍摄时间 然后该算法对相机在特定地点应该看到的内容进行预测 它可以从之前拍摄的图像中识别出表面特征 通常是颜色变化和凸起物,如岩石和沙子波纹 这样就能导航按照规定的路线前进了 我是黑科技在身边,将持续更新好奇号、毅力号、柱绒号 在火星的任务进展情况 以及最新的宇宙发现 喜欢宇宙及科普的朋友请关注我 观看